热情拥抱将莫舍总统迎接来访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考尔 众议员威尔森带的礼物也很窩心 一份台派团体在美国报纸刊登的大型祝贺赖销就职广告 各位贵宾是我就任总统后 第一个来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表达诚实的感谢之意 麦卡尔跟台湾更是颇有渊源 去年4月6号访台两天时间选在蔡英文与麦卡锡LA会晤之后 蔡英文还没返台 麦卡尔早就率团在台北等菜 中共更宣布制裁麦卡尔 调中共军演结束后来台 麦卡尔这次来访也收到北京的警告 不过这访团是受到众议院议长强声指派 翻开成员都是游台的熟悉面孔 其中五人过去两年都来过 但也有首次来台的新朋友胡拉罕 对比过去宣风式访台 他们这次要待四天 中共持续对台威胁 美国国会团透过来访要强调对台支持 坚弱磐石 TVBS新闻话证实流行庭特别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